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排气压力传感器壁范围,性能是什么意思? 此通用的动力总成,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适用于所有使用可变喷嘴涡轮增压器、汽油或柴油的发动机,从2005年左右开始,配备6.0L柴油发动机的福特卡车,所有Ford EcoBoost发动机,最终导致康明斯6.7L2007年,2007年梅塞德斯阵容中的3.0L, 以及最近从2015年开始的日产皮卡中的康明斯3.0L6缸,从2015年开始。 这并不是说您不一定会在大众或其他品牌上得到此代码。 此代码严格关注来自排气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与钥匙上的进气气管压力或环境气压不匹配。 这可能是电路故障,也可能是机械故障。 代码P047A也可以与P047B同时出现。 这两个代码之间的唯一区别是问题持续的时间以及传感器、电路、发动机控制器所具有的电器、机械问题的类型。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因制造伤、汽油或柴油、排气压力传感器的类型和电线颜色而异。 请参阅特定车辆的维修指南,以确定哪个是特定车辆的B传感器。 典型的排气压力传感器,相关排气压力传感器B故障代码P047A排气压力传感器B电路P047C排气压力传感器B电路DP047D排气压力传感器B电路高P047E排气压力传感器B电路间歇性症状 P047B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检查发动机指示灯亮起动力不足无法执行手动再生将煤烟从颗粒过滤器中清除掉。 看起来像一个催化转化器,但其中插入了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探头。 如果无法执行再生,最终可能会变成曲柄禁止启动。 可能的原因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从排气起管道压力传感器的管道堵塞。 排气在循环系统、进气口、增压空气泄漏排气压力传感器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可能发生故障。 诊断和维修程序一个好的出发点始终是搜索您的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车辆制造商可能会提供PCM闪存,重新编程来解决此问题。 在您发现自己走了很长、错误的道路之前,请务必对此进行检查。 接下来,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排气压力传感器。 找到后,断开将传感器连接到排气起管的管。 尝试通过它。 如果无法连接,请尝试用一小段电线穿过其中,以清除残留在其中的碳,从而导致您遇到的故障代码。 如果您发现有大量的水件出,则可能是代码的原因。 如果管道是干净且自由的,则目视检查连接器和界线。 寻找擦伤、摩擦、裸线、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金属零件。 看看它们看起来像是被腐蚀、烧焦或可能是绿色,而不是您通常会看到的普通金属颜色。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则可以在任何零件商店中购买一些电器触点清洁剂。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请找一些91%的外用酒精擦拭,然后用清塑料硬毛刷进行清洁。 然后让它们风干,得到一些绝缘的硅束之化合物。 它们用于灯泡插座和火花塞电线的东西,然后将它们放在端子接触的地方。 接下来,确保将涡轮增压器连接到进气气管的管没有泄露。 目视检查涡轮增压器和进气气管周围的所有管道连接。 拧紧所有软管,代加。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然后查看该代码是否返回。 如果不是,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代码确实返回,我们将需要测试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 通常,排气压力传感器上有三条导线。 断开连接至排气压力传感器的线数。 使用数字福特欧母表,DVAM,测试连接到传感器的5V电源电路, 以确保其已通电。 红色引线连接到5V电源电路,黑色引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传感器上有12V,而应该有5V,则修理从PCM到传感器的接线,使其短至12V,或者可能是PCM损坏。 如果可以,请使用DVAM检查并确保排气压力传感器信号电路上有5V,红色引致传感器信号电路,黑色引出接地。 如果传感器上没有5V电压,或者传感器上没有12V电压,则维修从PCM到传感器的布线,或者再次修复可能损坏的PCM。 如果可以,请检查并确保排气压力传感器接地良好。 将测试灯连接至12V电池正级,红色端子,并将测试灯的另一端接触接地电路,该电路将与排气压力传感器电路接地。 如果测试灯不亮,则表明电路有问题。 如果指示灯确实点亮,请摆动去往每个传感器的线数,以查看测试灯是否闪烁,表明连接间歇。 如果到目前为止所有测试都通过了,并且您继续获得P047B代码,则很可能表明排气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尽管直到更换传感器后才能排除PCM故障。